男性的一个敏感点在哪里? 男人最喜欢你摸他这里的 男性的一个敏感点在哪里呢? 每个人的身体有一些敏感的地方 轻轻一碰 就有可能像洪水一样滔滔滔滔滔 在性感受中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触觉 爱抚亲吻 性敏感部位可以充分的开启 是看到什么? 人们通常认为 女性的一个敏感部位呢 它是比较多的 其实呢 男人的身上也有一张 性的一个敏感处理 有杂志感本 专门的男人 身体有其他敏感部位 以及呢 如何的刺激利用这些部位 调动男人在性爱中 刺激这些敏感部位来调动男人 在性爱中啊 除了男人来调动女人之外 女人呢 也可以感动一点的 一旦掌握了这些性爱技巧 将让他们更加的爱你 更加的男女 忘记里面有温柔和性感 屁点的唇齿了 很多人呢 喜欢舒淇 不仅是因为他帅性的个性 还因为啊 他有着一部 丰满诱人的唇齿 女性呢 用舌尖半寒半怒的 在自己的一个唇齿间清片 这一个动作啊 在世界上 就会长长的 墙内的唤性 男性的一个性触觉了 而 唇齿之间的一种交触 接吻 对男性而言的 更多的是 激发比较 明确的一种性动动 因此呢 唇齿也是男人身体的 九大灵感大之一 想要突破男人那种防线的话呢 不妨啊 先从他的一个唇齿去开始 只要他的唇齿接纳了你 为你打开的话 那么接下来 你将享受到一场 自己唐浪的一种性来体验 第二点就是 相警和耳机 抚摩相警对男人来说 是一种暧昧的一种暗示 男人的一个耳垂啊 也其实是一个 特别敏感的一种性区域的 热闻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这一个角落了 对男人来说 亲吻相警和耳机 是会很一样 这便是激发他 内心的一种欲望了 不少的男人表示 自己的一个耳垂 也能够换起一个性态感 其中啊 呼吸啊 铃娜啊 或者是情话 都是挑逗此不需的 一个重要主场部分了 第三点就是小腹了 女人平爬的小腹 对男人有着 极大的一种诱惑力 同样的 男人那个小腹呢 同样的 男人的八块腹肌 对女人有着 很大的一个心眼力哦 结实的一个小腹 会让女人疯狂 性爱的时候啊 到了 性爱的时候 到了小腹这一个部位 就意味着 即将中央的重点 但是呢 请不要着急的 往下进行 腹骨钩以及肚脐 更是男人渴望得到 爱腿的重点部位 第四点就是失处了 男人在感情上的一个注意力 也许呢 会偶尔的分散 但身体的快感中心呢 还是非常集中的 上半身呢 是用来思考和判断的 下半身呢 就是用来承受快感的一种劲 男人呢 在特定的时候 也需要特殊的一个腹脱哦 第五点呢 就是臀部了 除了眼睛里 传达的一个内容之外呢 男性 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性感标志啊 那就是结实有心有臀部 有80%的女人承认 男人健美的一种臀部 比辐射身高 声音等等 会更有加的性感哦 也更容易呢 让女人呢 不想赔面 经常关护健身房的男人呢 自然就不同寻常了 助免部位的一个打造 更是不容能无视的 掌握了男人 这五个敏感地位的话 你会发现啊 他会赖在床上去撒娇 不想要不揍 这样的话 他的心还会飞到其他地方去吗 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的吧 下次再见咯